纳什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读物 它全景在线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纳什汉朝第二步从刘邦登基当皇帝开始 到刘起平息七国之乱为止 在这一时期匈奴和异性王威胁着汉朝 欢迎收听《月望东山》作品《那是汉朝》第二步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24回 黄老之治 这个曹灿呢他接任了相国以后 为了巩固他的治国方针 向外呢就公布了一条提拔官员的规矩 什么规矩呢 不善言辞木论者性情厚重者来者不拒 言辞犀利者文字苛刻即追求声明者 请你们通通滚蛋 于是很快的 这曹灿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一场波澜 在汉朝那帮进取的官僚看来 曹灿简直就是个异类啊 他保持萧和的规矩当然没错 可是曹灿和萧和的工作作风比起来 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想当年萧和勤勤恳恳鞠躬尽脆 可是如今呢 只见曹灿是日饮夜饮 说他偷懒 那都是往清楚说 说重点 那简直就是消极代工 误国误深呢 不行 曹灿 哪有不管事的管家 中央和你的原来待的地方 不是同一个概念 相国根本就不是你这样做的 你应该好好学一学 萧和模范的做事风格 于是汉朝的众多官僚 都带着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极想亲自登门 和曹灿讲一讲这个微相之道 可是他们奇怪的发现 每每有人登门 曹灿总背着丰富的这个酒宴款待他们 不管三七二十一 曹灿总让他们先灌三杯再说 好了 这酒也喝了 咱们该谈点工作上的事了吧 接着曹灿看见同僚想说话的时候 又突然举起酒 开始劝酒了 人家到嘴的话只好就这么吞了回去 一回两回 来一个被灌醉一个 本来想说的话 全都灌回到肚子里去了 久而久之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招科的原则 酒喝多少都能奉陪到底 想跟我谈工作 没门 于是曹灿的这种工作态度 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已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 太好混 实在是太好混日子了 众官员慢慢的熟悉了曹灿工作态度以后 也不再去追问什么政绩和进步了 对大家来说 说的好的不如闭上嘴的 干的好的不如喝的好的 那既然如此 还追求个什么呀 大家有事喝酒 没事找酒和混日子呗 那时曹相国后边就是官舍 中间只隔着一个后花园 在曹灿的熏陶和带领之下 官员们把这个官舍弄成了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 白天这里是酒馆 猜拳吆喝 不醉不归 夜晚这就是烧烤员兼露天的歌舞厅 想跳舞的 想唱卡拉OK的 你们就在这敬请表演吧 官员的这派作风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堕落 不能不说他们堕落 所谓公务员首先就应该是自我约束 充当表率 哪有领国家工资把吃喝玩乐当做是日常工作的 别说那些汉朝那帮老古董了 就连曹灿身边的随从官员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他们一是认为 这股吃喝之风 该让曹相国好好的扼杀扼杀了 但是啊 要对曹相国提出这个意见也是个难题啊 如果非要求见 说不定又是一顿美酒 最后又是被曹相国灌得晕头转向 最后还是得被抬着回家呀 那么就有没有一种绝妙的办法 既能逃过曹相国的灌酒 又让他去主动的管一管那帮 以喝酒烂醉为事业的官员呢 士官们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一天晚上他们就听见 官舍那边呢又在开宴会 于是假装邀请曹相国去后花园散步上月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 只要曹相国进了后花园 肯定能够看一下他属下那帮官员腐败的丑相 到那个时候 趁机请他出面管一管 那可是一举两得之事啊 然而 从官们马上就发现了 他们自己做了一件吃力 极不讨好的事 当曹餐在自家后花园听到 官舍里传来大呼小叫之声的时候 从官们立即抛出一大堆批评 曹餐听完以后 不但不咬牙切齿 反而高兴的翻过围墙 加入到了这个吃喝的队伍 和众人一块举杯 欢呼喝酒 完了完了完了 曹相国曹相国 我们管不了你了 要想管得了你的 还就非得请刘盈出面了 世间呢 没有不透风的墙 对于曹餐这个不管事的做事风格 吕智知道了 刘盈也知道了 然而 吕智母子俩 他俩的反应是极不相同的 吕智心里高兴 放任自留 刘盈可是心急如焚 受足无措 吕智高兴的是因为 曹餐越是不管事 就越说明他没有野心 越是没有野心 自己就可以掌握大局 刘盈心急如焚的原因是 他想管 又不敢管 老娘看在眼里都不表态 自然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况且 自己因为资格尚浅 不知道说了以后 管不管用 但是 继续放任自留 也不是个办法呀 于是这个时候 刘盈呢 就想到了一个人 他呢 就是曹餐的儿子曹哭 曹哭在那个时候 认的是中大夫 长议论 刘盈把曹哭给招过来 就问道 你知道你这老爹不管事吗 曹哭很老实的回答道 知道 刘盈又说了 那你觉得 这种工作态度 到底是端正还是不端正呢 极不端正 那你作为掌议论的中大夫 对这种人 该不该觐见 曹哭没话说了 刘盈看着曹哭为难的 一副哑口无言的样子 胸有成竹的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这不是叫你为难你老爹 只希望你能对他 旁敲侧击一下 让他翻人醒悟 做个明白事理的人 至于说此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你就拿回去私底下问问他 但是 但是请注意啊 千万别对他说 是我告诉你的哦 陛下放心 我绝对不会透露你的讯息 请问 您的说词是 这说词呀 很简单 你就私下问他 高地财崩 惠地年纪又小 而您作为相国 不但不管事 还整天喝酒作乐 请问 你有什么办法 管治天下呀 刘盈这个疑问 也是对满朝官员的疑问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知道 这个疑问的答案 前边咱们已经讲过了 想知道答案的 不是被他屡屡灌醉 就是无可奈何 哭笑不得 看来 如果曹哭摆平不了他老爹的话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 相国到底 要偷懒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 曹哭立即就答应刘盈 一定要规劝他的老爹 至于怎么去规劝老爹 曹哭呢 先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首先 等待放假 腾出空闲的时间 陪老爹多聊聊家常 其次呢 循序渐进 挑明示礼 曹哭呢 是这么想的 他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 当他放假 回到家里 把刘盈教的这些话 从自己的嘴里 对曹灿说的时候啊 却当即换来了 另外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挨板子 挨打 这个 可是谁都想不到的结果呀 曹灿一边 狠狠的打儿子 一边就教训他 好小子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你老子 我打你是 让你狠狠的记住 你离管国家大事还远着呢 曹窟呢 就这么整整挨了 两百大板子 把这两百个大板子呀 打在了曹窟的身上 更是腾在刘盈的心里呀 第二天 当曹灿上朝以后 刘盈当即就逮住曹灿 大声闻他 我叫曹窟去规劝你 你凭什么 把他打得那么狠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二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曹灿听完之后啊 愣了 转而就觉悟了 哎呀 原来我儿子的胆 是被陛下给撑下来的 曹灿立即就脱下官帽 连忙向刘盈谢罪 可是这打都打了 谢罪有个屁用啊 刘盈就这么闷了一肚子的气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发作 只好郁闷的看着曹灿 好了 这接下来 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我曹灿今天不说出答案 天下人还真以为 我只是个好吃懒做的相国呢 曹灿就问刘盈了 陛下自我评价一下 您和高地比起来 哪个厉害啊 刘盈这么一愣 曹灿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我怎么敢和我爹高地比啊 这 这可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啊 曹灿再问 请问陛下 您认为 我与和险国相比 谁更厉害啊 哎 这个问题 有点难度了 正所谓寸有所长 持有所短 不过总的来说呢 似乎 肖像国要比曹灿强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刘盈这两个答案呢 恰是曹灿的答案 于是曹灿就继续阐述道 既然高地和肖像国都比咱俩强 而他们都规定好了法令和发展方向 陛下和我都是忠于职守 不能随便的脱离轨道 这不就很好吗 刘盈听了以后啊 愣了一下 忽然就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啊 这简直太玄妙了 做是为了不做 不做是为了更好的做 难道不是吗 高地和肖和那么辛苦的打拼 不就是为了今天不让刘盈像他们那样辛苦吗 刘盈只要好好的守住他们的工业 不就等于做了一件积德积善为国家做的好事吗 刘盈当即被曹灿给折服了 从此以后啊 他再也不说曹灿是一个不管事的相国了 而曹灿 他的美政化成空中的白云飘向远方 化成了动听的歌谣传向四海 这歌啊是这么唱的 萧和为法 蒋若化一 曹灿代之 守而勿施 在其清静 民以宁衣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咱们来说说这边 校会三年 公元前192年 长安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非常严肃的说 因为这件事 差点把汉朝 拖入到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 这个事呢 是这样的 首先 吕智从宗族中的找到了一名女子 封为公主 嫁给匈奴王莫独 以巩固和亲的胜利成果 然而此时的匈奴 犹如是蓄日东升 国力兴盛 无所顾忌 匈奴王莫独 就像是大草原上的一只 孤独而又 非常闲得慌的一个野兽 极想到四处逛一逛 打发他这剩余的精力 于是 莫独一反常态 拒绝和亲 莫独这个180度的大转弯 让整个汉朝都有些 回不过神来 这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啊 不和亲 那你到底想干嘛呀 不会是因为待在大草原 被西北风给吹怕了 又打着进中原 抢劫的歪主义了吗 当汉朝还在 疑神疑鬼的时候 这时 莫独的这个使者就来了 凶独的使者告诉吕志 我们大王说了 和亲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要给他 换掉公主 重新邀人 大致是什么这个语调啊 吕志听了以后啊 心如落实 好啊 既然 莫独不喜欢新封公主 我再给他换一个漂亮的就是了 汉朝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假公主 再说了 汉朝是个讲究诚信的政府 既然实行三包 肯定是自作落实啊 匈奴使者看着吕志一脸的书笑 接着又说 至于我们达王要的人 他已经宣好了 他还给他挨的人写了一封求爱信 请吕侯过目 这说完之后啊 匈奴使者就呈上了莫独的情书 匈奴使者的这番话 让吕志做了一步安了 他不安的是 如果说莫独派间谍探得这汉朝封出去的公主 全都是水货 全都是假的 那这麻烦可就大了 但是当吕志打开了这封信以后 他的脸色犹如被扔进铁锅里的番茄 先是光鲜的 接着变成了紫色 最后就像是被大伙炒成了一团焦味十足的黑番茄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 那就是耻辱 再加一个词 那就是愤怒 因为莫独的情书不是写给汉朝某一个公主或者是少女 被莫独看中的那个人 恰恰就是吕志本人 在这儿呢 我们要充分了解吕志的无比愤怒 我们就不得不公布莫独的情书内容了 这份情书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吕后 有一些话一说出口就是错 但是这番话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很久了 今天请原谅我把它给说出来 在大西北的草原上 我是一个多么寂寞的君主 这种内心的寂寞完全是大西北的荒凉所造成的 你也知道我出生在沼泽之地 长于马背之上 在这片汉风苍尽之处 除了草原还是草原 除了荒山还是荒山 哎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一直以来 我是多么的渴望到中原逛一逛 领略中原那一番婀娜肚子的美丽风光 我听说啊 那个你老公死了以后 一直单身一个人 你孤单我寂寞 两不相乐 何不让我与你一起分享你的孤独 你也来为我承担一份寂寞 彼此互不有无 一句两得 何拉不为呢 最后呢 莫独还煞有其事地 在落款处写上了自己的全名 乱低莫独 这掐指一算啊 到今年 吕志已经四十九岁了 早就当外婆了 没想到莫独竟然还有心思 拿她来开涮 不用多说 莫独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就是想刺激吕志 与他开战 以便出兵抢劫中原 愤怒啊 愤怒 不在愤怒中生存 那就是在愤怒中灭亡 吕志当即就把陈平 樊快以及继部等将相招来议事 吕志首先就表态了 先斩杀匈奴使者 然后发兵攻打匈奴 吕志的这个建议 马上得到了樊快的热恋响应 只见樊快一副 非常义愤填膺的老虎的样子 他站起来对吕志说道 哼 匈奴早就改他了 只要吕太后 您给我十万兵马 我愿意亲率袁正 杀他个片甲不留 樊快好样的 吕志的脸上闪出了欣慰的笑容 关键时刻 连今儿还是靠得住的 然而樊快这话音刚落 只见祭部就站起来大声吼道 哼 就凭这句话 马上来人把樊快拉出去斩了 全场的人都被祭部的声音给唬住了 莫读物可是都骑到吕太后的头上来拉屎了 樊快发兵机制有什么错吗 干嘛 喊出这般不团结的话呢 于是 众人面面相觑 又全把这个疑惑的目光 投到了 祭部的身上 那么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呢 咱们下回分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了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纳什汉潮》第二部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进行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播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这个节目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